韩先生的合同是跟绍兴玉胜4S店签的 上面约定这款车成交价是39800元 预计交车日是2021年12月20号 韩先生已经支付了3000元定金 定金的定是宝盖头的定 绍兴玉胜4S店的徐经理解释 不是说要韩先生加价提车 而是因为厂家的政策 希望他加钱升级为新款 现在由于这个芯片的原因 可能这个车子生产量就比较小 然后新款的车型上了 那资源的厂家可能会调配到 新款的车型生产多一点 老款的量就更少了 在这个交付周期之内 他交不了车 交不了车 我们跟客户建议 把它升级成多彩版的车型 可以提前交付 我是升级 还不是加价 怎么可能会加价呢 韩先生当场联系了厂家的客服 客服证实了SES店的说法 对你们这边原来已经下购订单的客户呢 有十种方法 这边就是供你们参考 第一种呢就是改为这边三店质保升级 配置升级的新产品 全新多彩版 花一万元享受价值一万六千元的配置升级和服务升级 还有一种就是第二种改为三店质保升级 服务升级的产品 花五千元享受价值八千八百元的一个服务升级 继续排队 这边就是等待原油产品 我们这边也在协调电池和芯片的物资提供和生产 并按照之前的订单顺序 争取给你们早日提车 望你们这边耐心等待和理解 如果说你们交集用车的话 如果我不支持说升级前面两个方案 如果那我如果要比如说要按原合同旅行的话 你有没有这个期限说大概多少时间我能提到这个车 无法改到的老师 确实非常抱歉 赛斯店的徐经理表示 如果韩先生不接受厂家的方案 他们可以退还三千元定金 但韩先生表示就是希望按照原合同旅行 如果赛斯店确定无法提供车辆的话 他要求定金退一赔一 记者请厂家客服先不要挂掉电话 就这个问题跟厂家客服和4S店进行了沟通 我问你问个问题啊 这个车辆的购买合同 有没有法律效率的 你先说 那合同签的肯定是有效率 作为我们角度来讲 那违约金赔不赔呢 如果客户坚持按这个来理行呢 这个违约金我们厂家也解释得很清楚 你一定要让我去 不是 他这个合同是跟你们4S店签的 不是跟厂家签的 所以这个违约金如果他们要求赔的话 是你们4S店签还是厂家赔 对厂家是有这个省城的厂家和你们的事情 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 肯定是4S店赔 那赔不赔的 赔不赔 现在还没到时间 12月20号 到时候提不到车可以退一赔一赔一赔 那我不确定 对于无法按时提车 定金能否退一赔一的问题 厂家客服没有表态 4S店的徐经理表示不确定 韩先生表示 他希望以合同约定的价格买到车 记者注意到 展厅里就有一辆长安奔奔 一死大国民版的车 最终经过协商 赔4店同意把这辆展车卖给韩先生 不过因为这辆车颜色是蓝白拼色的 赔4店介绍 公益上比韩先生订购的全绿色车子更难 所以希望韩先生加一千元 韩先生和女友也挺喜欢这辆车的 于是接受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